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3日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正日 因為原本這個節目就是叫做星期二得道 就是跟星期二有關係的 當然 時而世逆 我們的節目變成了是每天 都有的節目 好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來個詳細的 獨家分析 下一節要跟大家討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特首 董建華的生死 因為內地就是不斷地封傳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到今天 也沒有辦法確實 但是剛剛 就是10月1日國慶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當然是勒慶的慶 十一國慶 原來今年2023年 就已經是第3年 董建華缺席這個 星期禮 到底 董建華 的生死是如何呢 他到底是不是已經盯蓋了 還是 半身不遂 現在就是要睡病床 根本就無法出席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匪 的74周年就是 慶典 對我們來說 昨天也跟大家詳細揭露 亦有網民說 這個 晚宴裏面 梁振英 是致辭的時候 發現這個林鄭月娥 一直叫做黑口黑臉 林鄭月娥跟梁振英有仇 應該大家都知道 奇怪的就是 其實這兩個人都同屬 董建華的派系 梁振英更加是因為董建華 所以可以擠身 全國政協副主席 跟董建華一樣 有幾種的證據 指出現在董建華 就算還不是真的離世 董建華的情況應該是極度不樂觀 所以 無論是怎樣也好 都沒有辦法出席到 這個國慶 的星期禮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合共是三個頻道 我們現在正在使用 後備頻道 廣播 我們應該主頻道 在10月應該會恢復 我們到時將會重新用主頻道廣播 目前請大家記得打開我們 後備頻道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亦都請 各位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將會有 很多 不同的獨家節目 繼續放在Patreon 敬請各位支持 我們回來研究 十一國慶 的星期禮 建制的媒體 披露 說董建華已經是連續第三年 缺席 政府的國慶活動 根據中共官場的慣例 一個人如果在重要的場合 失蹤 這個在中共的官場裏面 是等於 被擠出權力的核心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 你在十一國慶 或者是其他周年晚會 看不到林鄭月娥 即是說林鄭月娥 遭受清算 當初梁振英不能當特首 他最害怕就是被擠出權力核心 但是由於梁振英 也是隸屬董建華的派系 所以 董建華在北京 據說就是跟紅二代 混得很熟 所以董建華 就是 即使沒有再做香港的特首 他當年做特首 很持平地說 那麼多屆特首入面 他一定不是最壞的 梁振英 林鄭月娥一定比他差很多 還有現在這個李家超 但是 到底董建華的罪責在哪裏呢 董建華當特首的時候 的罪責有限 你可以說他是無路 不停地推出一些政策 是香港 香港人 全部都不接受的 但是很多人評論這個董建華 就說董建華很有心 即是說他當時有心 做好事 但是做出來全部變壞事 多做多錯 嚴格來說當時董建華 也不是一心行惡的 雖然做出來的效果 相當之有問題 包括這個叫做8萬5政策 當時搞壞了樓市 後來這個叫做8萬5政策 即是每年要推出8萬5千個單位 的政策就是忽然之間 無疾而終 董建華的聚責 大部分都不是集中在他在任特首的時候 而是當他卸任 不再做特首之後 他回到北京大搞這個 親中 中南海的政治 在北京 混了大量的紅二代 以及官員回來 導致他在北京的官場相當之有地位 再透過 操控北京的官場 去主宰了香港的官場 即是說他後來的馬仔 曾蔭權 梁振英 甚至乎是林鄭月娥 全部變成背後的扯線公仔 就是董建華本身 所以董建華本身在任 行政長官的時候 做的壞事有限 但是往後 這兩個最惡劣 暫時不跟李家超 計算 扔開李家超 差不多是香港最惡劣的兩個行政長官 一個是梁振英 一個是林鄭月娥 背後的人還是董建華 林鄭月娥不用說了 林鄭月娥跟梁振英最大的分別 就是林鄭月娥 目中無人到 所有背後的力量他都不理 因為他打算自己 能夠直接聯絡聖上 直接聯絡 習近平 所以林鄭月娥 在中共的官場被擠出去是很正常的 梁振英 如果你真的要說 反而梁振英 復辟的機會不是零 因為現在習近平 對下面的人 是完全不信任 至於董建華 董建華 其實現在 三年都沒有再出席這個星期禮 只有幾種原因 第一種原因 他正在 是有報應在身 可能現在根本就叫做半身不遂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是可以落到病床 所以 三年來了 可能雖然還沒有離世 但是正在受 病魔 在折磨 根本 連這個中共那麼重要的日子 對香港來說 對國家來說 國慶也出席不了 七一星期 他也出席不了 至於第二個原因 這個也有可能的 其實 就是 董建華 背後的後台 全部都倒閉 所以 可能是有人叫他 就算你 出席得到 也不要出席 我們看看詳細的資料 其實這個董建華的背後 董建華的後台就是江澤民 還有就是上海幫 尤其是現在到了二十大之後 江派的勢力 基本上等於完全不存在 所以 其實董建華 基本上他在北京的後台 其實已經完全沒有了 至於梁振英 我認為他因為跟著董建華 實際上他在 北京的後台 其實也沒有了 現在的梁振英 之所以李家超 喜歡黏著他 的原因 是因為梁振英 在本地的香港政壇 還得到 是一群土共支持 而李家超需要 本地的土共支持 而林鄭月娥 本身在香港並沒有任何支持度 所以他們兩者截然不同 李家超就很清楚自己的情況 李家超又沒有 北京的派系 在背後支持 又沒有後台 跟林鄭月娥其實是一樣的 他只不過是被 習近平臨時看中而已 他又沒有自己的班底 如果香港的建制派 一群土共 土共不代表建制派 建制派還有商界 商界雖然不妥當梁振英 但是現在的商界 基本上對所有政策 都只能夠 喊聲嘆氣 所以其實香港的政治局勢 還是很奇妙 李家超今天 要借助梁振英 對付林鄭月娥 他日會不會李家超要惡鬥其他人 你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才叫做權力鬥爭 對於商家來說 坦白說 其實他們可能覺得梁振英 當年那些商家跟梁振英有仇 但是今時今日 李家超 徹底變成了 就是純粹一個公公 只是聽北京命令 反而可能他們會覺得梁振英 有機會 做些事情反而對他們做生意有利 反而 李家超就沒有 沒辦法了 因為在他們手上的選擇根本就是相當有限 簡單來說 他們 對政治局勢根本的話語權 越來越少 可以擁有的選擇越來越少 這一節我們跟大家是獨家詳細分析這個事情 我們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雙人房 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中文字幕——YK